大家好,歡迎收看耀材財經台 來到五間總結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就換到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先生,在旁邊的 Hello,早安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表現 恆生指數今日低開123點 而國企指數今日低開85點 開始之後,跌幅是擴大 隨後,跌幅明顯收窄 很明顯跟著內地市況,都有回升的跡象 而恆子方面,吳尼克升9點 去到20,744點 成交金額方面,有210億 國企指數暫時跌18點 報9786點 其子方面,升74點 報20,790點 高水43點 成交量有44,000多張 剛剛提到,港股方面 都跟隨著內地市況,都有回升的跡象 問一下Anno 內地市況是否見底 大家都在觀望為主 另外,港股方面 還有甚麼因素纏繞 看看港股近期的走勢 始終說到外圍方面 走勢的確做得不錯 歐洲和美國股市方面 始終是一個反覆沉頂的格局 但最主要 可以反映的利好因素 其實都會反映到7、7、8、8 你說可以出的QE3 或者一些歐洲央行賣債等等的利好消息 其反映出7、8、8 你說再進一步上升的動力 我相信暫時來說 都說可能比較明欠缺這些消息出台 你又相信外圍股市方面 未必會有一些好消息帶動 所以你說港股後市比較關鍵 可能都會看回內地股市為主 你見到今早內地股市 其實一開始來講 都說見到一個低開 亦都創了一個新低 試過差不多去到上升指數 去到2,005點左右的水平 說都是一個三年多的新低 但是你說始終見到A股會升 我想始終都是市場認為 其實你說現在都大陸九月尾 接下來都十月即將準備大陸國慶 十八大都即將離臨 我相信市場始終都認為 其實你看到環球 無論是美國、歐洲、日本都見到 陸續有政策 央行都放鬆一個放廢政策 去自己的經濟 其實中國我相信 在十八大過後之後 都很大可能 甚至近來來講 會有機會推出一些政策 自己回到經濟 因為你看到根據近期來講 經濟數據都見到 內地方面的經濟的確不是太樂觀 相信中央說要保障 整年的增長目標都有7.5% GDP增長的情況下 我相信未來來講 都會有一些舊市措施幫助 相信相關措施主要是離奪 都不排除 都是一些減稅 幫助消費 以及可能刺激基建等等的項目 看到上市指數大幅回升 都帶動到港股 整個走勢 都由跌轉升 今早一開頭 看到沒錯 恆子差不多跌近接近200點左右 最主要都是看到A股反覆沉底 但是看到A股在一倒升之後 港股也跟隨著整個跌勢扭轉了 你看回整個圖的技術走勢都看到 你說恆子目前來說 都是一些在高位的反覆代表格局 但是見到今天恆子去到十天線 還有馬上倒升 其實見到十天線的支持力度都相當不錯 一天恆子仍然站穩在十天線 即是20,500點流上 個人認為後市仍然可以持續看好 後市的目標 暫時看回五月份高位 四月份高位 即是可以上網到21,300點左右 跟進回宅內地股市 半天來講都收了市 上證指數低位就是見過2,005點之後 有個回升的跡象 最新來講就是升5點 半日收位2,032點 而滬深300指數升了15點 半日收位2,214點 深淨城市方面升102點 半日收位8,304點 謝謝Anno 在市況方面分析 跟進一下藍籌股這一刻的表現 見到匯控方面 暫時滯下跌6毫子 去到73.5 中移動升6毫 報86.2 中銀行報2.96毫升 公行跌2先 兼行跌2先 港交所方面的情況 升2毫子 報119.5 新潤基地產升接近2% 報112.8 長江石升1.1 報114 中銀香港升1毫子 而國壽下跌5先 中海牛方面最新報價15.74毫升跌 中石化下跌7先 中國鋁業跌3先 中國海外跌得比較多 跌1.8% 跌3毫子 報19元 騰訊方面升2元 報256元 今天來講建築股 尤其是水泥股 都非常亮麗 當中看到金魚方面 2009 他們都發債 分別發行中期和短期融資券 10億和20億人民幣 逆市來講 今天都有個不錯的升幅 都帶動到其他的水泥股表現做好 你看看龍頭方面 海螺、5914 亦升超過3% 報23.65 水泥股方面怎樣看呢 你看回水泥股 最大的因素支持 都是說 如果你未來的一些政策出台 才能提及到 相信整體政策 除了放寬貨幣政策之外 始終都是推出一些基建項目等等為主 但如果一旦推動基建 相信怎樣都來講 都會對水泥需求有一個大動 對水泥股來說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其實你說 接下來看回會出的政策 我想怎樣都會對水泥股有一個幫助 所以水泥股的走勢來說 暫時不需要過分悲觀 而且除了一些財政政策之外 如果過分的政策做出調整 你說再進一步減息的話 始終對於這些高負債的水泥股來說 都會有一個直接的幫助 始終對他們整個利息開支 接下來都會有機會下降 對他們的財務整體盈利方面的能力 都會有一個改善 但是始終水泥股 我始終都是擔心 你說始終就算需求上升 問題的供應量 究竟是否減少 一些產能過剩的水泥供應 始終會不會減少 始終目前來講 水泥整個行業 都是有一個供過於求 產能過剩的跡象問題 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 其實你說始終對水泥格格來說 都很難有一個大的幫助 你說始終 如果中央就算推出一些 更多的基建項目等等 如果水泥價格不回升的話 始終都是對水泥的公司來講 盈利能力下半年 未必會做得太好的 所以你說水泥股前景 沒錯 我目前來講 不需要看得太淡 但是你說前景都不要過分太樂觀 比如說看龍頭股3323 中國建塑技術走勢為主 看到今天股價回落到10天線左右 都有一個不錯的支持 其實你說不跌穿10天線 8.3這些位置 我覺得暫時來講 的確可以仍然繼續持續向上網 目標可能暫時來講 可以看回六月份的高位 看回9.4這些位置 其實去到這個水平 我都建議可以考慮先行減資為主 好 跟進一下 就是水泥股的表演節 顏道可樂方面升超過3% 報23.65 上升7.5指 而中建財升超過2% 升1.7指 報8.58 環水泥升5 中財股份升超過半成 去到2.29 今月剛剛提及過 升超過半成 去到6元 而亞洲水泥升1.9% 報3.28 山水水泥升1.8指 升接近4% 報4.92 西部水泥方面 升3先 升超過2% 台泥升2先 報1.97 天稅水泥2.56 不要升跌 看開水泥股 不如看內房股 看到相關消息 住建部方面 表示房價方面 暫時未有全面條件 作出一個樓價反彈 說到限購令的城市 應該都要繼續執行 當中看過去的數據 根據中原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 截至9月20日 全國主要的54個城市的樓市住宅總簽約 就是159,000套左右 比起8月份同期的167,000套 明顯下降就是4.5% 看到兩方面就是少了 怎樣看呢 繼續有限購令 你說始終內房 目前來說都比較特別 你說其實今年9月10月 都是傳統的樓市銷售旺季 都是叫做金狗銀十 其實你說始終看回 但去到今年 我想始終比較關注的 都是這樣的政策事為主 你說始終政策 就是包括 你說始終都會有一些打壓措施 預料會出托 包括房產稅等等 其實你說始終我自己看回 你說對於整個房地產市場來說 房產稅推出 我想對樓市來說 沒錯會有一個壓力在 但你說長遠來說 都是一個健康的措施 我相信使用相關措施 推出的機會的確是非常大 所以你說看回樓市 看到近期來說 沒錯 其實你說9月份 對於傳統旺季來說 整個銷售變的確不算太好 樓價亦都沒有出現大幅上升的跡象 但是 其實你說出現這樣的情況 對內房股來說 是不是真的一個比較壞的情況 我自己看回是未必的 因為始終說 如果9月10月份 樓價真的好像傳統旺季一樣 看到家庭量上升 樓價也有一個回升的跡象 的確你說始終未來來說 第一中央很難去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 對整個經濟來說 都有一個問題在 第二 你說都會接下來有一些打壓的措施 長遠來說 短線來說 未必說真的好 所以你說看回內房股近的來說 沒錯 加力量或樓價都沒有一個比較明顯耗轉的跡象 但是對內房來說 未必說真的太差 但是整個內房板塊就值得留意 始終說 第一金九銀十這段時間 相信未必說會做得太好 一些之前 半年來講 或者到近期來講 未達標 或者見到銷售目標 仍然還有一段距離 那些公司 暫時來說 我想那些內房股的話 都不會看得太樂觀了 因為始終擔心 管理層可能預料 金九銀十做得會比較好的 看到樓市近三個月來 都有一個好轉的跡象 但是今次見到整個交透量 或者價格等等都沒有回升 相信它們整體銷售表現都不會有一個很突出的表現 所以內房股來說 其實暫時來說 我自己看回未必說太差 但是如果要看好的 都會看好一些銷售目標做得比較好 像中海外、華韻置地等等這些龍頭行業為主 好,謝謝 跟進回內房股最新的表現 看到中國海外方面 下跌是1.9% 跌3.6指暴18.9毫8 華韻置地暴16.4毫無升跌 碧桂原跌3先暴2.9毫半 西貿房地產上升超過1% 暴13.04毫 富力地產下跌9先暴8.8 瓦居樂林下跌超過2% 暴8.79 合景泰富方面暴4.53毫升跌 宇洋地產方面 跌接近1%暴4.26 恆大下跌3先跌接近1% 月秀地產方面跌1先暴1.94 好,安娜,不如跟進一下移動股 看到利狼編號是1.234 今天都創新低 低位是3.97 而最新來說 亦跌7% 去到4.08毫升 看到有大行方面暢淡 說到他們品牌訂單方面 按來有一個倒退的情況 更加將目標價下跌4.5 利狼這個牌子你又怎樣看呢 今天創新低,大家應該怎樣部署呢 我看回利狼 主要是做一個藍市品牌 一直以來都是打一些比較中低檔的層次位置 看回中期業績沒錯做得不錯 看到在一些三四線的城市 甚至更低的城市 整體來說,銷售表現都做得不錯 但是看到股價在抽升後跌落力 主要原因始終是看到 它接下來的新訂單表現都做得不太好 其實目前來講,內地整個經濟範圍 其實無論一些高端的地方 或者一些比較有錢的地方 以及一些比較窮的地方等等 都面臨著一些問題 始終說一些比較貧窮的地方 面臨著的問題就是 譬如一些廠商、一些受到出口等等的問題 困擾 始終說那些地方工作能不穩定 以及工資的徵幅都沒有以前那麼快 這方面的這些因素都會直接影響消費 所以你說一些消費高出利浪等等 其實就算它過往來說 那段時間 沒錯,看到三四線城市做得非常好 始終都是在說過往這幾年 特別是一些最低工資上升的速度 的確是比較快 但是始終在說 近期來說,經濟出現問題 相信這個優勢、利好因素都開始被消化 反而看到經濟不前景不凌朗 他們的工作不穩定 都會帶動到整體延熱 可能始終消費等下降 都導致一些分銷箱等等 和利浪、訂購、訂單等等的意欲都會減低 那看到整個訂單 看到有個下跌的跡象 對公司前景都不是太樂觀 畢竟在說內需股 目前股值也不算低 所以後市的確有機會出現一個調整 然後看利浪的技術走勢 都看到跌穿了一年來的低位 其實目前股價都有機會繼續反覆沉底 我也建議 投資者如果看到股價 後市會進一步跌穿4元的水平 都可以考慮止洩離場 後市如果能夠成功反彈上去 4.6元的水平都可以開始考慮減遲離場為余 好,如果說到消費股 不如看完210 達福利國際的 暫時這一隻都跌得比較多 跌至4%,報告就是7.52元 這隻又如何分析? 對,我看回體育養品股 即是運動鞋的股份 其實過往來說 這些類型 始終公司跟國際名牌合作 銷售來說,過往一直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你說接下來,沒錯 你說內地經濟有機會放 但整體而言,我相信整個銷量 未必會做得太差 但是留意了 其實目前來講 目前一刻為止 中央仍然沒有政策出台扶持經濟 我想整體而言,整個消費市場 消費意欲都會比較低 你說達入10月1日 傳統的黃金周 其實這些公司本身 你看過往幾年 整個銷售做得比較理想 我相信你說今年來講 整個黃金周的銷售 可能的確會比較令人失望 整體而言,可能導致股價走勢 都會進一步偏遠 你看回達福利的股價技術走勢 見到其實目前來講 都是一個橫行整固代變的格局 徘徊在7.5至8.5這個水平 其實後者來說 如果一旦再進一步跌穿7.5這個水平 我都建議投資者如果持有課 可以先行考慮止施利出 加上如果說薄黃金周 就可能不會選擇這隻股份 或者一些內需消費股作為首算 看到本地地產股方面 其實今天都做得非常之好 升得最高的就是新世界發展17號 升超過2%,11.52 新潮基地產亦升得不錯 升超過1.7% 去到112.7 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Arno和我們詳細分析 我都從你做分申報 剛剛談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有沒有持有 好,謝謝Arno 再看一次恒指收市的表現 半日下跌10點 半日收費2萬724點 成交量方面有222億 國企指數下跌43點 半日收費9761點 期指方面,跌就是上升的 上升63點 收費20778點 高水是54點 成交量有48,000多張 好,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1點再跟大家見面 家庭觀眾有事想問我們 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 又或者繼續傳email給我們